環保工作也是要從小紮根 四川的落水瓷季小學 從上學期開始推動環保 要求垃圾不落地 天天做資源分類 是第一個校園裡 沒有垃圾桶的學校 校園裡沒有垃圾桶 走廊 操場也看不見一張紙屑 落水瓷季小學 從上學期開始推動環保 要求垃圾不落地 同學們的垃圾 也都集中在座位旁的 綠色環保袋裡 這個是環保袋裡面 裝著不可回收的垃圾 這裡面有很髒的紙屑 還有醒過鼻子的紙 而能夠回收的資源 全都放進教室裡的藍色桶子 每一天都要送到環保教育站 做回收 就塑料 就塑料就給大家放在這裡 有高年級同學 帶著定年級做分類 班級接每個月 還要比賽回收量 若是貴賓來觀摩 這裡是重點 等不到客人在這裡 咱們需要參觀 我們也給他們送一個環保 垃圾桶 表示了環保大家 人有責了 身為環保站站長的王一 也把分類的觀念 帶回農村 過去大家都把垃圾 往河裡丟 我們家裡的有三個垃圾桶 第一個垃圾桶是裝可以回收的垃圾 第二個垃圾桶是裝的是一碎的玻璃瓶 第三個垃圾桶則是那些廚房裡 不要的那些菜或者是果皮 成功推動校園沒有垃圾桶 也帶動了社區 更重要孩子們都是實踐者 大地不樂地 多小分美麗 大愛新聞葉平四川報導 平使ия 以在玻璃瓶 我們他們把腰圍設定 time 我們